这一讲呢我们来继续讲解韩正 上一讲讲的是回韩的评价 一些基本的原则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相对特殊一点的原则 看第二个问题 叫做评价回韩中的限制性条款 什么叫限制性条款 我给大家讲啊 就是非常非常形象的 你这个韩正收回来之后 发现下方有一行小字 本来挺开心 说韩正已经回回来了 还是相符 但是下面写了一行小字 这行小字写的是 说不能够信赖我提供的回韩 因为我们的数据库最近在维修 信息都是不准确的 请注册快师谨慎使用 你看到这行字 你的信挖凉挖凉的 本来打算下班回家了 结果这一行小字导致你工作白做了 因为这个韩正不可信赖了 所以你看这种的这一行小字 咱们就把它叫做限制性的条款 但是呢也不能太悲观 也不能太消极 不是说在韩正上只要写那么一行小字 这个韩正就作废就不能用了 我们要分情况考虑区别对待 这行小字到底会不会影响回韩的可靠性呢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 有的是影响的 第二种 有的是不影响的 咱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是影响的 抓本质 影响的其核心 是它影响了咱们要韩正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 和注册会计师能够信赖这些信息的程度 它影响这些信息的本质 信息的质量 那么就不可信赖 它就影响回韩的可靠性 举了几个例子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 说本信息是从电子数据库中取得的 可能不包括背询正方所拥有的全部信息 这不就是影响信息的完整性吗 那你能信吗 不能信 第二个 说本信息既不能保证准确 也不能保证是最新的 其他方可能会持有不同的意见 那你还给我回啥 你给我回过来之后 你给我写这么一行字 让我心里多难受 所以这个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那因此呢 也不能相信 也影响可靠性 第三 干脆开门见山 直接说了 说接收人 不能够信赖 韩证中的信息 不能够依赖我们的信息做决策 那这个本质就告诉你说 我们的韩证 回韩信息不可信赖 所以这一二三 写了这些 它就会影响回韩的可靠性 我们注册快诗 就要寻求别的办法 做补充 做替代了 未来考试当中 它肯定会给你写 把这些句子给你写在那 让你判断 说影响回韩的可靠性吗 这一种问题 另外一种问题呢 它是不影响的 不影响的 我要求大家也是要抓本质 其本质 是格式化的免责条款 这是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跟我写上圈一 格式化的免责条款 然后再跟我写上圈二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叫做其他限定性的条款 与所测试的认定无关 这两种情况 它都不影响回韩的可靠性 咱们先来说第一种 什么叫做格式化的免责条款呢 我喜欢说啊 这就是被寻证者 人家胆子小 人家为人谨慎 虽然很认真 但是非常的谨慎 胆子很小 人家生怕 回了这个信息之后 承担额外的责任 这种情况下 人家写个格式化的免责条款 这是OK的 你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说提供本信息仅出于礼貌 我方没有义务必须提供 我方不因此承担任何明示 或者暗示的责任义务和担保 说我可以回这个韩正 我回得认真真的 但是啊 不意味着说我提供担保了 不意味着说我负了额外的法律责任 我们只是出于礼貌和配合 这不就胆子小吗 这第一种 第二种 说本回负仅用作审计的目的 被寻证方 其员工代理人 没有任何的责任 也不能免除注册会计师 做其他询问 或执行其他工作的责任 怕注快把这个责任甩锅给他 说我只是把这文韩正回过来了 用于审计的目的 至于别的工作 你注册会计师该怎么做 你还得怎么做 不能因为我的回函 而降低要求 而减轻你工作的责任 这也是胆子小吗 所以本质上 你看这两个例子都在说 格式化的免责条款 不影响回函的可靠性 因为它本质上没有影响信息的质量 只是由于被寻证者 人家胆子小 人家谨慎 人家多说一句 此外 大家要注意 第二种 教材讲了 但是没举例子 我帮你举一个 什么叫做 与测试的认定无关呢 比如说 我们向金融机构 激发寻证函 我们验证什么 验证被诊计单位 所购买的金融理财产品 它是否真实存在 这个是我们要测试的认定 然后你收到一封回函 回函告诉你说 说被试函单位 经查证 确实在我司购买了 什么什么什么型号的 金融理财产品 属实 人家予以确认 验证了金融产品的存在认定 而且在2021年12月31日 该理财产品的余额 为100.5万元 没问题 验证了 但人家旁边写了一行小字 人家怎么说的 说投资有风险 说该理财产品 预期收益率可能发生波动 公允价值也可能发生波动 本回函 不对其公允价值的波动 做进一步的说明 或者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 人家这句话告诉你什么 说这个理财产品 它的预期收益率是有波动的 公允价值是有波动的 虽然我验证了 它在那一天是存在的 但是 你可以不要让我对它的价值 来予以保障 那因此人家回函的这个限制性条款 其本质 它针对的是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准计分 那跟存在认定没什么关系 所以它并不影响咱们这封寒证 对存在认定的证明效力 这叫做与所测试的认定无关 这个还从来没有考过 大家了解一下 好 以上这些叫做评价回函中的限制性条款 各位同学需要把握好考试怎么考 原则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你去判断 给你的这些话 这些句子 是否会影响回函的可靠性 以上我们介绍完了 这是限制性条款 我们再来说 评价含症回函过程当中 要关注的第三个问题 叫做关注舞弊风险的迹象 这大家都喜欢听了 对吗 一听到舞弊 每个人都精神了 也不知道大家精神的什么头 一定要注意 你去学习舞弊 是为了发现舞弊 应对舞弊 绝对不是说学了舞弊之后 咱们什么什么什么 以下省略一万字 来看一下实物当中 常见的舞弊风险迹象是什么 第一个 说管理层不允许激发 拦着你不让你激发含症 那这个本质上就有可能不坦坦荡荡 中国有古话 说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如果你是坦荡荡荡的 为什么不让注册会计师激发寻证函呢 你在隐藏什么 这就是非常常见的舞弊风险迹象 是不是跟咱们前面学的管理层要求不发含症 里面有个原因是相互匹配的 咱们那地方说了 你要考虑舞弊风险 在这又告诉你 这就是一种舞弊风险的迹象 前后链接了 第二个 说管理层过度热情配合寒症 比如说希望提前获悉寒症的样本 帮助催收回寒 你看一下这个一和二 有时候呢 我对着这两句话看 我觉得啊 被审计单位也挺不容易的 这个管理层啊 怎么做也不是 太冷漠呢 不行 祝快说你怎么这么冷漠 是不是在隐藏什么 太热情呢 也不行 说你咋这么热情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你看怎么都不行 这其实也挺难办 但是啊 没办法 立场不同 咱的立场 就是按照审计准则 保持职业怀疑 做出恰当的职业判断 保护好咱们辛辛苦苦考下来的那张证书 不能被吊销 不能被坑害 这是咱们的立场 所以啊 他太热情也不行 那热情叫干预的有可能过多 这也可能是一种舞弊风险迹象 刚才我在上节课给大家就举了例子 过于热情的实际上也有问题 第三 叫做私人电子信箱发送的回函 如果被审单位 给你提供的被寻证者的电子邮箱 明明是公邮 什么叫公邮啊 就是那个后缀 他往往写的是公司的缩写代码 可如果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atqq.com 是吧 163.com yahoo.com 那这种叫私人邮箱 如果是私人邮箱发回来的 要保持警觉 不是说一定有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关注要核实回函的内容来源 核实被寻证者的身份 要保持控制 这第三 第四 说不同被寻证者回函信封上联系方式 地址 电话 相同 或相近 发了十封 一回过来发现都是流发财给你回的 电话 136.000000 都一样 那这就验证了什么 很可能 这些被寻证者 为此之间已经发生了串通 舞弊 或者干脆是被谁单位 捏造 伪造的 再比如说 位于不同地址的 多家被寻证者的回函 邮戳 显示发函地址相同 邮戳相同 这也是问题吗 明明是寄发到不同的省 不同的市 不同的地区 回过来的发现邮戳都一样 这也是常见的舞弊风险的迹象 第五个 回函邮戳显示的发函地址 与被审单位记录的 被寻证者的地址不一致 这个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过去我曾经寄发过一封银行的 寻证 我记发的假设是 A市 B区 C大道 1105号 大家注意银行寻证 然后寄回来的邮戳 是A市 C区 D大道 不能C了 C用过了 D区E大道吧 1208号 回函的邮戳 跟被审单位提供的地址不一致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题目当中告诉你了 说被审计单位的管理人员解释 说该银行最近发生了办公地址的搬迁 注册外认为结果满意 我来问问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们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告诉我 这样做对不对 你注意 一定要独立的验证 大家可能想问 老师我验证了 管理层不是给了解释吗 那叫口说无凭 那叫他的解释 那你说我们怎么验证 我当时的验证办法 其实也挺简单的 第一个呢 打个电话 给这个银行的官网 问一下 说请问一下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支行 是不是由原来的A市B区C大道 多少多少号 最近变更到了某某区 某某大道某某号呢 对方说是的 我说为什么呢 对方说因为最近原来的网点在装修 所以我们临时变更了办公地点 和我们另外一家分行合并办公 这就是合理的 而且得到了独立渠道的解释 这就OK 但你说老师我还是不放心 不放心再给你个办法 你下班的路上稍微绕一下 绕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眼 进去再问一下 这不就放心了吗 所以很多很多的程序都可以做 我刚才说的那个程序 它就是外部独立渠道获得的信息 包括实地拜访 这都行 但是一定不能倾听倾信 被审计单位人员的解释 这是审计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第五 转过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第六 说印章和签名 和被寻证者的印章和签名不符 印章模糊 难以核对 印章存在明显的瑕疵 章不行 字不行 这也有问题 我们要去问一问 为什么呢 我过去遇到过这个 这是真实遇到过的 当然不是韩正 但是另外一份文件 那份文件是做控制测试当中 要求被审单位的某个人员 要做审批 审批完了要在那签字 如果没签 那就要内部控制 有瑕疵 有缺陷 其实当时给我的文件都是签了字的 我都看了 全都签了字 而且确实是被审单位的一位管理层 而且当时他应该还是兼任董事的 如果你只是这么看 确实没问题 但是我当时发现的那个笔记 确实跟在那个获得的董事会决议上 他的签字不一样 一对比明显不是一个人签的 后来发现确实被审单位的人员 而且是一个基层员工代签的 代签的原因也很简单 说这个内部控制平时的没做 注册坏师来做检查了 来做审计了 要提供样本 在提供样本的时候 临时补签的 企图给注册坏师制造一种假象 实际上 他如果把这个文件原原本本的呈现在注冠面前 最多最多的结果就是内部控制无效 我们不信赖 我们做实质性程序 这不就行了吗 但是他这么一做 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变成了可能有舞弊造假 那变成一件大事 可能要跟适当层级 甚至治理层要去做沟通 所以这个你看 在实践当中也是可能真实遇到的问题 第七个 说收到不同被寻证者用快递寄回的回函 但是快递的交际人或者发建人是同一个人 或者被审计单位的员工 或者虽然寄件人的名字不同 可是手机号或者其他联系方式相同 或者不同被寻证者的回函单号相连或者相近 这都说明问题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手机号 你发现被寻证者的手机号 明显跟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的工作号码是连号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136000 然后1115 然后被审计单位的人员1116 1117 这XXX 这叫什么 这叫人家的工作号 比如大家加入班级社群 我们有班级的班主任学长学姐 给大家提供一些班级社群当中的督导督学服务 那我们班级社群当中的班主任的学长学姐 小姐姐小哥哥们 那他们也有工作号 那工作号往往是公司统一去申请和办理的联号的 但你发现一个被寻证者 他所回来的回函 他的那个回函人员 他的号码前面都一样 这是1118 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会不会引起警觉 答案不用我说了 是吧 不言而喻的 再比如说快递单号 你发现不同的被寻证者回来的 都是某个公司 快递单号的尾号 也是联号的005 006 007 008 意味着这些不同的公司 竟然是在同一个时间找同一个快递员 来寄发的回函 那不就意味着很有可能是被寻证单位在弄虚作假吗 所以第七个你看很有说头 第八个 不正常的回函率 回函率太低不行 那意味着我们的韩正的工作可能不充分 会有的证据呢 可能不能够支持我们的结论 但是太高 或者说基高 历史的水平 假设回函率一般70% 这已经挺高了 但是今年的百分之百都回了 我问大家 有没有异常 会不会引发你的警觉 也会 为什么回函率这么高 是不是被寻证单位背后在配合回函 甚至是被寻证单位弄虚作假 做的回函 你要画一个问号 要做进一步的核实或者调查 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些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舞弊风险迹象 它不是空中楼阁 很多的都来自于真实的实物案例的改变 最后的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增加一些大家学习的趣味性 这个案例呢 其实不是小金老师亲历的 甚至 也不是道听途说的 哪来的 我们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上面介绍的 说有这么一家被寻证单位 它的客户在海外 海外的客户 发送寒证的周期比较长 难度比较大 因为涉及到跨国邮寄 注册会计师呢 把这封寒证都填好 填好之后 寄给海外的客户 这工作他做了 做完之后 然后收到了海外客户 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 给到的回函 这个注册是怎么发现问题的呢 就是借助这些迹象 他发现呢 这个回函当中的邮戳 这个快递的信息有异常 然后就去做了调查 后来我跟大家说 调查出来的结果结论 发现有重大的舞弊 被审计单位怎么做的 给你们讲一讲 注快不是把这些韩正都发到海外了吗 被审计单位在海外有那么个人员 专门负责处理韩正的信息 他把注快发的这些原本给客户的韩正都拦截下来 都拦截了 把信封都拆开 把韩正都取出来 取完了韩正之后呢 他装一张新年贺卡进去 然后继续寄送给客户 客户一收到 外国朋友 一打开 Happy New Year 还很高兴 祝我新年快乐 很开心 放在那了 然后注快打电话问 说你们收到信了吗 人家很高兴 收到了收到了 非常的满意 用英文跟你说 很好很OK 哎呀 中国朋友真的是好nice呀 是吧 但是那个被抽掉的回函呢 被审计单位的人员统一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 装信封 给你盖上假张 统一寄回给注册会计师 这是真实的案例 连中间替换为新年贺卡 这个桥段都不是杜撰的 真实发生的就这么干的 这是监管机构爆出来的案例啊 同学们 当然啊 你要知道 通常监管机构爆出来的案例 还进行了必要的信息脱敏 真实情况可能比这个还惨烈呢 这是真实的 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舞弊吗 好 讲到这儿 把舞弊的问题咱们说完了 故事也听完了 听完之后 咱们就回函评价这儿 再来看第四个问题 叫做积极式的寒证 没有收到回函的处理 我发一封积极式的寒证 大家先要思考 何为积极式的寒证 就是别管相符还是不相符 都要回函 这叫积极式的 可是没有收到回函怎么办 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在合理的时间内 没收到的情况时 注册会计师 要在必要时再次激发 如果还是没收到 我们要做替代的程序 大家注意如何做替代程序 在这儿有一个核心考点 大家给我画一颗星 这个我认为 在今年考试当中 考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是一个实务热点问题 何为替代程序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注册会计师审计假公司 审计假公司的应收账款 我们说过应当要含证 但是由于被审计单位 假公司应收账款的名目众多 条目繁多复杂 因此注册会计师运用审计抽样的方法 在其中抽取样本 假设经过审计抽样的计算 我们抽取的样本 80个 这80份 咱们都寄发了含证 好 结果有两种 首先在这80份当中 有50份 收到了回函 回函的结果 咱们先不说 都收到了 但是剩下呢 有30份 没有收到回函 我们发积极式的没收到 没收到怎么办 注快一看 时间还来得及 而且含证又比较可靠 再次激发 因为免不了 可能这30份 人家对方丢了 没有拍送到 或者拍送到之后呢 找不着了 所以我们再次激发一次 激发的结果是 这30份当中 有10份 收到了回函 剩下的20份 确实 收不到回函了 好了 这20份 咱们剩下该怎么办 韩正是收不到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 叫做替代 咱们做替代的程序 什么叫替代程序呢 我们会在第九章 再次详细介绍 比如说 韩正虽然收不到 但是合同发票 销售单 发货单 出库单 验收单 那这些单据 咱们要检查 是不是一应俱全 是不是能够支持 应收账款 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可以做替代程序 还比如说 我们可以去检查 在资产负债表日后 这些款项 有没有收回 这也是替代程序的一种 那因此同学们看 这二十份在做替代的时候 我能不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说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所以就这二十份当中 我抽取样本来做替代呢 这样可以吗 二十份当中 咱们抽多少个样本 假设咱们抽十个来做替代 可以吗 你注意这个一定不行 千万不要掉坑 为什么 因为这些样本 本身就是抽样抽出来的 它本身就是样本的必要构成 你不能对样本 再次来削弱它的效力 再做一次抽样 那抽样的十个 那剩下的十个呢 就没有做替代程序 这是工作的瑕疵 也是监管机构三例五身的问题 大家必须要把它掌握好 所以回过来看这句话 不能够选取部分未回寒的样本 实施替代程序 必须要对所有未回寒的 都做替代神迹程序 这个把它把握好 当然在时间当中 还有一种情况 更加棘手 更加棘手的是 没有办法替代 无法替代 这条路不通 必须要取得 寒症的回寒 其他的路 另辟蹊径 走不通 行不通 什么样的情况 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能够佐证管理层 认定的信息 只能从被审计单位 外部获得 由于自然灾害 意外的火灾 一个雷电 把被审计单位的仓库 发生了损毁 相关的单据凭证 灭失了 你没有办法做替代程序 合同 发票 销售单 装运单 发货单 验收单 看不到了 你如果想验证 只能依靠 被审计单位 外部的回寒 然后这个时候 又没有办法取得回寒 你说你做替代程序 能做吗 路被堵死了 走不通 这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说存在特定的 舞弊风险因素 比如说管理层 凌驾于内控之上 员工和管理层串通 那你说内部的这些信息 你还能信吗 那些合同 单据 发票 可能都是伪造的 都是精心策划的 都是故意 为了把你骗得 团团转的 不能信 靠谱的证据 只能来自于外部 那这个也可能 无法替代 好 如果有这些 无法替代的情况 我们认为 韩正 它是充分 适当的必要程序 替代程序 不能满足 我们的要求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真的真的是 我们注册块 是没办法了 韩正真的拿不到 我来问问大家 你说该怎么办 你注意啊 天无绝人之路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审计范围 受到了限制 我们进而可以考虑 对审计报告 和意见类型的影响 这也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最后的大招 我们在这还有一张底牌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所以明确一下这个思路 所以考试当中 如果是遇到这些情形 可能意味着 回函 那是必要的 替代程序 可能是走不通的 以上 是积极式的韩正 没有收到回函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处理 重点在这 然后这里 要侧重于把它理解到位 讲完这里之后 大家理一理啊 回函的思路 我们在讲解 韩正的回函的时候 核心的思路 讲的是几个问题呢 我们刚才讲了四个问题 大家跟着我串一下 第一个问题 是回函的方式 邮寄跟函电子回函 传真还是口头 第二个 我们讲的核心问题是 如果其中有限制性条款 我们该怎么办 第三个 如果其中有5B 我们该怎么办 下一个 是如果积极式的韩正 没有收到回函 我们该怎么办 你看 考虑的都是一些 不太顺利的事 限制性条款 可能给我们带来影响 影响麻烦 可靠性不足 5B 没有收到回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我们工作能不能顺利点 我们收到了回函 本以为是个顺利的事 但是小金老师 这还有但是呢 但是是 回函告诉你不相符 盼星星盼月亮 盼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说回函不符 不符怎么办 这写了123 各位同学啊 你先别着急 看这三句话 我就问大家一下 凭借大家跟着我学审计 已经学了这么多节课了 你们的思维方式下 只要有不符事项 就一定意味着被审计单位 存在错报吗 你就能够盖棺定论了吗 说一定他有错 咱们要求他去更正 要求他去调整 可以吗 这很显然啊 一点都不符合咱们注册外事的思维方式 咱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有不符 有例外 有异常 怎么办 先调查 先核实 先去看一看 是不是表明存在错报 为什么不相符 原因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比如说 韩证长什么样呢 我给你画一下 就长这个样 一张A4纸 拆开 这就是韩证 上面会告诉你说 电子寻证韩 然后标题给你写在这了 或者告诉你说 应收账款寻证韩 银行寻证韩 下面是 被审计单位的某某某客户 或者告诉你是某某某银行 然后写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是以被审计单位的名义写的 假公司的名义 因为假公司才跟人家有合作 一般这么写 说我公司委托什么什么什么事务所 正在开展什么什么什么审计工作 现在需要对我公司 什么什么什么的余额 来进行韩证 是被审计单位的名义去写的 这样的话对方才有配合的意愿 双方才有合作的基础 然后接下来说 说请对以下信息做核实 然后给你列个表格 说这个信息是应收账款 在2021年12月31号 它的余额是多少多少钱 请对方请贵公司 请贵行予以验证 验证完了之后 请将回击回质 一般是ABC会计师事务所 把含证发给注册会计师 这是一些要求 说如果你认为相符 请在后面的这里盖章 说盖章确认相符没有问题 如果你认为不相符 请在这边盖章 并且说一下为什么不相符 哪不相符 如果这儿写不下 你再给我写个附件 放在后面 一并寄给注册会计师 大家看一下 这就叫做含证 就是这样一封信 实务中就这么做的 然后你注意啊 内行听门道 外行才看热闹呢 这里面要求你注意几件事啊 我给你分析一下 你不要光听小金老师讲故事 我讲的故事都是有寓意的 我本质上在这里 给你告诉了若干的考点 第一个考点 韩正的名义 到底是以假公司的名义呢 还是以ABC会计师事务所的名义呢 我刚才讲了 是假公司被审计单位的名义 这样的话 对方才有合作配合的基础和意愿 而不是注册会计师的名义 给大家点到了啊 第二个点在这儿 回函的时候是要回给注册会计师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韩正的可靠性 不能够由被审计单位代为转交 所以一般回到会计师事务所 联系人注册会计师 当然有的企业 他的回函 比如客户特别特别的众多 银行的账户特别特别的众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回到事务所统一建立的 韩正中心 也是可以的 都是咱自己人 这第二点 第三 回函相辅的 没啥可说的 不辅的呢 别忘了 先分析一下不辅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有的时候它不构成错报 有的时候它可能构成错报 要看情况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遇到的 我拿回来这个回函 发现当在这盖了个章 不相符 我就打电话 我说 方便您解释一下吗 这个为什么不相符 因为就盖了个章 盖在这了 但是呢 不相符的原因啊 理由啊都没有写 就看到您的盖章和签字了 对方说哪不相符啊 我们验证完了相符的呀 给你们回回去的 我说我收到的这一份 盖章是盖在了右边 那我看错了 你看 误会误解 手抖了 没看清楚 你说这能叫被审单位的错报吗 不叫 这叫做什么 叫做书写有误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不构成错报 笔误了 不能说是错报 但在有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错报 这都有可能 别管是什么原因 一定要记住 先分析原因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这个内容会在第九章 做进一步详细的介绍 结合我们的收入和应收账款的审计 今天大家就听到这 把这个寒症的样子 心里有个数 然后 一二三 这三个核心问题 把它掌握好 我觉得深度呢 就够了 回过来之后 看原文 先去确定是否构成错报 因为在有的情况下 它可能并不表明存在错报 举个例子 时间安排 时间差异 计量或者书写 错误所导致的 回函不相符 刚才有笔误的问题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回函说不相符 我们认为 说应收对方一百万 对方说我不认 我认为只有五十万 为什么 因为2021年12月31号的时候 我们刚刚支付了其中的五十万 现在的欠款就剩五十万了 然后被审单位这边呢 说12月31号的 哎呀还没收到呢 当天没收到 为什么 银行工作有延迟 转账时间所导致的 时间性的差异 那就看看过完元旦之后呢 哎收到了 所以这个也不叫错报 第九章进一步会介绍 在这儿先了解一下 第三 说如果以抽样的方式 我们实施了韩正 大家别忘了 样本还要去推断总体 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我们将在审计抽样那一章 详细展开做介绍 这儿把握下原则 这就行了 所以不符事项的处理 最后千言万语一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别上来就认为人家必然是错报 一定要先调查 先分析 先找原因 再下结论 我们来看一道2021年的多选 让小思呢 帮我们在评论区谈一个多选题的答题卡 然后大家做一下这个题 提案是说 在做出是否有必要实施韩正的决策时 下列各项因素中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的有 人家问的是 是否有必要实施韩正 你就想想这考的是啥 考的是韩正的决策 韩正做还是不做的问题 下列各项因素中应当考虑的 先看A 说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协助注册会计师实施韩正程序的能力 或者意愿 这叫他协助我们 他的配合情况 那问问大家 配合情况要不要考虑呢 这个A啊 你先画个问号 我让你去想想 要不要考虑 有的人说老师我记得啊 你讲过 你看咱往前翻一翻 在讲解韩正决策的那个时候 好像讲过呀 说能不能配合我们完成韩正的能力 或者意愿 你绝对讲过 在这个打好基础的58页 我就反问一句 是吗 你别着急 你先往别的地方看 A 你先给我画个问号留在这 这个思考题我留给你 你先琢磨琢磨 看B 评估的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暴风险 咱们说过 风险高 对证据的要求高 对证据的质量 可靠性的要求高 那韩正呢 恰好是这样一份 非常有力的工具 所以B选项 咱们要选 因为核心风险导向审计 本身就是以风险为着眼点的 C 实施除韩正以外 其他审计程序 获取的审计证据 这个小金老师讲过 说你做不做韩正 关键还要看一看 别的程序能不能获得 刚才咱们不是还讲了吗 在有些情况下 非韩正不可 你别的程序没有办法另辟蹊径 所以C选项 咱得选啊 B 韩正所针对的认定 有的认定就适合韩正 有的认定就不适合韩正 那适合的咱就做 不适合的咱就不做呗 所以这个也是应当考虑的 这三项都叫应当考虑的 有的人说老师我背了 因为你上课也要求我们 要把这个背下来 背的熟一点 理解的基础上记忆 所以我就选BCD 可是这个A呢 到底为什么不选呢 你们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说因为A是可以考虑的 而题目问的是应当考虑的 你们是不是这样去想的呢 我告诉大家 我敢保证在座的同学 一半以上可能都这么想的 这么想的也许你还做对了 歪打正着了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 这么想根本不对 你的错误在哪 我今天告诉你一句话 叫做做审计的时候 一定要一个字 一个字的读题 我再考你一下 一个字一个字的读题的 得是哪个得 白韶得 双人得 还是土野得 选啥 选这个 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题 你一定要做到 就像我刚才这样 咬文嚼字 在这儿一定要把它把握好 考试的时候 别给我一幕实行 好好读 来再跟我读一遍 这题说的是什么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协助注册会计师 实施韩正的能力或者意愿 你翻开打好基础58页 你看准则怎么说的 我们上课怎么讲的 在可以考虑的因素这儿 第二项叫预期 被寻证者回复 韩正的能力或者意愿 说的是一回事吗 是一个人吗 不是 所以这是应当考虑 和可以考虑的区别吗 压根不是 如果你这么认为 虽然歪打正着了 但是我告诉你 假繁荣 你其实根本没有理解到位 A不能选的原因 是因为它压根就不属于考虑因素 更何谈是可以考虑还是应当考虑 这个根本不能选 我们再从原理上分析 把这道题分析的透透的 因为是2021年的考题 它有难度 被审计单位 要不要配合你做韩正 他的意愿怎么样 是咱们做韩正要考虑的因素吗 小军老师讲过 所谓的考虑因素 就是拿着题干 和这个选项 彼此对一对 有没有逻辑关系 那咱们假设 如果有逻辑关系的话 你看荒谬不荒谬 你看离谱不离谱 说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它配合我们做韩正 我们就做 如果它意愿不强 那我们就不做韩正 你觉得靠谱吗 压根不靠谱 那你不就是以被审计单位的意志 作为你决策的依据了吗 你的独立性何在 这是原理 同学们 A压根不能选 所以我从各个角度都告诉你了 你做这道题 到底要把握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自己压根没想这么深 你就反思反思 你做题的方法可能还是有问题 还是要想的再深一点 把原理都弄明白 好了 本题答案选的是BCD 咱们再来看这个点练习3-9 这是2016年的多选 同样的 我们让小四给大家谈一个答题框 咱们来选一选这个题的答案 说关于寻证韩可靠性说法中 让我们选择错误的 也是多选 A 说被寻证者 对韩正欣息的口头答复是可靠的 同学们这是错的 为什么 口头答复 这是对的 对的就是不能选 口头答复 是可靠的审计证据 它不可靠 不可靠 那这个选项 勾选上A 放在这 字牙看清楚 题目让你选的到底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所以A 在哪选 B 说寻证韩回函中的免责条款 削弱了回函的可靠性 你注意 免责条款 格式化的免责条款 它不影响回函的可靠性 好 这个B选项 我给你换个说法 你听一下 换个说法是说 说回函的 限制性条款 削弱了回函的可靠性 我问大家选不选 这写 限制性的条款 削弱了回函的可靠性 选不选 有的人说选啊 对不对 这说法呢 照样也是错的 如果让你选错的 那就得选 为什么 限制性条款 有的削弱 有的还不削弱呢 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B选项 错的 错就得选 C 说被审计单位 转交给注册会计师的 不是可靠的审计证据 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是它不能选 因为让选错误的 所以C 咱们不选 D 电子形式收到的 不是可靠的 太绝对了 谁说电子形式的 就不可靠 咱们可以创造 安全的回函环境 得核实回函的内容 或者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咱们的工作做的充沛 咱们充分的做了验证 那么也可能是可靠的 所以太绝对 所以B选项 这个说法是错的 错的咱就得选 所以这要题 答案选择的是 A B D 这三个选项 我在这给大家放了两个 韩正的 多选题 那也是想告诉大家 韩正呢 它不仅可能会考简答题 也可能会考单选 或者多选 如果出现在单选 或者多选题当中的时候 考的可能会比较细 细致末节 要求大家地毯式的学习 或者扫描 因此呢 我请大家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认为韩正 说大面上 会的差不多 这就行了 一定要注意 咱们在学习时 要有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记住啊 取法于上 所得为中 取法于中 所得就为下了 所以要求高一点 韩正请大家下去之后 认真复习 仔细掌握 好好地做题 当然 韩正的后续知识 在第九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咱们还要设计那么一点点 但是主体知识 就都在这了 后面等到补充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 顺着后面的章节 回过来复习这的内容 然后大家下去之后呢 也要花点时间 把韩正这块掌握好 掌握扎实 难度真的不高 但是学的时候 得细一点 得深一点 好 我们课间休息十分钟 这次呢 咱们多休息一会儿 然后大家 利用这个时间 缓和一下精神 稍微吃点东西 喝点水 然后下节课 咱们有一个硬骨头要啃 就是分析程序 好 本讲先到此结束 咱们多休息一会儿 这次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